斜杠人生是最近几年真流行的事 来形容当时有几六种无缘借的买人 正台中馆副馆党陈雨昕就是集中一个 以许多中化企公所的邀请 来到中华欢迎党以得出的经历 马上大家了解到 以在公伴们还有企业后面的临生经验 有台湾运彩支付V名陈雨昕 许多中化企公所的邀请 第一种化企业的本馆 基本斜杠人生爱台湾 仍在公门好修行的刚才 陈雨昕表示 他只是人的套路 让其他人感觉很团契 尤其是做台中馆副馆党 跟在特委会副主委任来 推动台湾运动菜馆 但是他感觉就是做和今所做的刚才 并且以动力心跟其他人接收 今天主要要来讲的第一步 人在公门好修行 就是说做人 刚才有在公门 公门就是做公部人员 公部人员还是公共事务 你好好做 不要忘记我们的初衷就是为民服务的话 那么 你是一种很好的受刑 例如说 像我们中央市长也很合拚 他给我们做很多 你看我们也拿到全国的联人冠军 我们在善行的火车头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建设在这里 主要在做这些工作 对我们人民有帮助 人民的感染 我们自己也心安理督 所以在替人民服务就像在做公共同一样 叫做人在公门好修行 请大家共同勉励 今天的心灵讲座 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我们陈雨昕董事长来 跟我们历礼 我们公所来演讲 那今天的主题主要是用斜杠人生 爱台湾这个主题 来谈公务人员好修行 其实斜杠这两个字 我们是最近很火红的一个字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 用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也很符合我们现在 年轻人追求多元丰富文化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今天很高兴 陈雨昕董事长能够在板盲之中 用他丰富的斜杠人生 来给我们听众一种不同的 多元文化的指引 也希望他自己在 他斜杠在政界商界 斜杠在公部门市部门领域的丰富经验 来指引我们 来告诉我们有更多 斜杠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陈雨昕赞金丹林通议 企业发言人 加合信金职帮众经理 台中官副管党 高雄旗舰护台 报办事处的参数主任 帝委会副主委 勇固便利停车当事党 加基务专业的色合并电台当事党 新中华新闻里面 红中华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金专